大家好 我是阿彭 今天早上 再来一个南瓜 把这个南瓜炒来吃 送稀饭 这个表面是金黄色的 把这个皮子削掉很硬 这个肯定就像百利南瓜 而且是那个贝贝南瓜 这个南瓜不大的 小一个 也是一斤多吧 这个皮子要削掉 不削掉 像贝贝南瓜那个皮子那么薄 吃得动 这个吃动的 这个皮子吃不动 慢慢的 开火 准备做饭吃 放一点肥肉 就炒一下 又炒南瓜 又炒南瓜 把这个肉剥掉一点 把这个肉剥掉一点 再放一点豆腐 再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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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南瓜 再放南瓜 南瓜炒瘦肉 这样的生活就达到小康水平了 要加整一块 最一块 再放一点 还放一点 倒一些 酥辣条 过头 放上锅盖 焖一下 焖的香喷喷的 打开 开一下 熟了没有 熟了 哎呀呀 这个就够了 千年加冷 千年加冷 刮黄薯了 踩起来 送示范 南瓜送示范 OK 生活还是蛮好的 南瓜炒瘦肉 不知你们 不知你们有没有炒过这样的 这样子的 准备吃早餐 南瓜 南瓜送稀饭 生活就是这样子 结结呆呆呆 一个人就是这一点不好 吃饭或者是什么没人聊天 野蛮孤单的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就想 是不是能够把自己 驱猪出去 像这么老了 肯定猪出去肯定也没人要 如果没人要的话 到底也可以 只要能够租得出去就行 一般一个人吃 吃两碗吃饭就饱了 再吃一个 这种玉米 这种是黑色的 糯玉米 滑